花莲地区确诊人数持续攀升 花莲市清洁队每天忙着展开清销工作 民意里的里长颜春友他担心 大城社区里面老人家的健康安全 特别围请清洁队前来进行环境清销 25号一大早 队员们在市长未嘉贤 还有清洁队长的指示之下 在大城社区巷弄里头喷洒消毒水 社区老大人们看到清销大队 心里也安心了许多 大城一村二村住宅密集 里面居住的也大部分都是年纪较长的老人家 随着疫情持续紧张 民意里长颜春友担心老人家的健康 特别围请清洁队前来进行环境清销 有些长辈这边剩下的年轻人比较少 都是老人家比较多 还有老人家有些都没有打疫苗 因为身体健康的关系 没有打疫苗 最近因为疫情比较紧张 民意里大概已经有十来个人 所以说长辈们也紧张也担心 所以请我联络清洁队 清洁队也非常热心 今天就晚上礼拜第一就到我们民意里来消毒 来长辈们大家安心 市长威嘉贤指示清洁队 25号一大早就来到大城社区 协助社区维护环境卫生 那我们经过里长的反应 其实在民意里的部分有非常多的长辈跟老人家 那而且这个社区是比较老旧也其中的 那我们这里也有传统市场 针对于这个部分 我们也是非常担忧 会不会有相关的一个主机账的问题 那我们今天也特别请清洁队来做相关的一个清销的部分 那花蓮市的部分 我们有几个热区 我们也会每天来做相关的一个清销 那也希望说民众能够做好自身的防护 也不要过度担忧 那在此也要谢谢我们清洁队 也谢谢我们非常认真的里长 在第一时间都通报我们花蓮市公所 那针对我们大的区域的部分 来做全面性的清销 清销大队在大城社区项路里头喷洒消毒水 社区老人家们看到清销人员前来 也感到更安心了 不过市长也呼吁社区老大人 要尽快完成三剂疫苗接种 并且落实防疫守折 才可以保护自己 不要被病毒感染 介络会欢视报导